顺利挤身全球第三大车商的现代汽车又有新话题 日前公布的影片中汽车内装竟然出现卷轴式萤幕 总共三个模式 一般导航以及娱乐模式 现代车公开的影片中汽车萤幕采用卷轴式 能随着驾驶需求变换大小 车市竞争激烈 内装配备跟着升级 现代车去年在全球热销 今年第一季成绩也相当惊人 现代汽车今年第一季盈利冲上台币830亿 比起上一季大增86.3% 销售额也成长了超过两成 表现不俗 南韩三星证券预测 现代汽车有望在2026年 市占率称霸全球成为最大车商 不过虽然第一季成绩亮眼 但随着美国通膨削减法上路 韩厂未来在美国销售恐怕困难重重 专家直言 现代可能祭出降价手段来稳定美国市占率 等到2025年美国工厂完工再开始新的销售策略 再来一次我们许一起报道